當時大群館自人房一學期 一萬八千兩百元 二零一九年改名凱旋苑之後 變成一到兩人房的格局 月租金一人就要一萬六千元 換算下來一學期近十萬元 足足漲了五倍 一年租金收入超過兩千萬 這邊的房子都沒有特別好 但是就是可能 仗著學生一定要住 所以就沒有想要把價錢壓低的意思 高租金文大學生也難接受 甚至還有網友Kuso 把Google地標改名凱旋苑後族公 Google map上面被戲稱為撥皮療 撥的就是年輕人的皮 洪森案批評 侯友宜聲稱要照顧年輕人 卻帶頭漲房租 剝削年輕人 尤其在附近都是大學生 侯友宜包租公賺寶寶 一年收租金兩千萬 卻苦了年輕人 上面為什麼大群館會被人家講叫撥皮療 四年之內從二零一八年 一學期一萬八 一個月三千 漲到現在一個月一萬七一萬六 一學期變成九萬多塊 一次漲這麼多耶 真的學生會生氣嘛 照稍康講的 你說賴清德的這一個公寮 無論是拆或者是捐 我就辭 漂亮喔 照會讓你講的 賴清德捐了 你要不要辭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日前才主張 學貸免利息減輕年輕人負擔 但現在卻被民進黨指控 過去爭議不斷的穩大宿舍 大群館改名凱旋院之後 租金近市大飆漲 參開二零一七年招租公告 當時大群館四人房一學期 一萬八千兩百元 二零一九年改名凱旋院之後 變成一到兩人房的格局 約租金一人就要一萬六千元 換算下來一學期近十萬元 足足漲了五倍 一年租金收入超過兩千萬 我沒有想過會差那麼多 因為我是大一的 所以我不知道一千 原來是便宜那麼多 我有點嚇到 這邊的房子都沒有特別好 但是就是可能 仗著學生一定要住 所以就沒有想要 把價錢壓低的意思 高租金文大學生也難接受 甚至還有網友Kuso 把Google地標改名凱旋院後租公 一切都是按照合法的程序 而原本大權管九十九個門牌 但改名後卻變成一百零三間 是否有合法申請裝修許可 也令民進黨質疑 易點重充 儂康不斷拋政見搶年輕票 但凱旋院的租金卻高居不下 難免令外界質疑是否真的照顧年輕人 三電圈黃雲凡 樓河與臺北採訪報導 好 這個民進黨 今天的質疑是這樣 這是民進黨的歡迎人張志豪 戴偉山跟洪森漢三個人 開了包租公 金福康的影片 那按照洪森漢說 侯友宜 以前叫大權管 現在改成凱旋院 租金從一學期一萬八千二 調漲為一個月一萬六 相當於一學期要九萬六 漲價了五倍多 甚至在Google map上面被戲稱為剝皮療 剝的就是年輕人的皮 洪森漢批評 侯友宜聲稱要照顧年輕人 卻帶頭漲房租剝削年輕人 尤其在附近都是大學生 侯友宜包租公賺寶寶 一年收租金兩千萬 卻苦了年輕人 我請教益川匈 怎麼每年都同漲 這個我剛剛的侯友宜 他現在說把這個房子 是他們祖父公司開的 他現在也學到他們祖父 說這個需要經營得很好 這個怎麼算青年創業開模 就是說好 要做這個需要 他為什麼要一直漲 一萬七千五一個月 一個月一萬七 現在萬人 萬人 萬人到台北市裡面 也能做到萬人 你那個是山頂的 是雅民山的山頂 為什麼他就咬定雅民山 這個文化大學的學生 一定要租 我念文化的 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因為他那個位置走路 就可以到學校 因為他附近可以大 學生可以大 特榜 還有雅房 這方特榜 數量就是這樣而已 你要租我們租 租菜 所以其實侯友應該賺這個機會 把他那個租金整個降下來 他就整個把他降下來之後 旁邊的就會一起降了啦 不用了 他就公益性都出來就好了啦 沒有啦 他可以這樣 他還給我嘉義人對不對 他就說他可以從嘉義 雲林 台南來 帶這都百貨 外來的帝子 照顧自己人 百貨 百貨還九千幾塊 沒有啦 就是有些 還八千 就是有些台徒說 這種會比大善人 你知道嗎 就是說來這裡帶 侯爸爸的家 就帶這裡 可是他不這樣 他還一直蓋起來之後 如果有一個家庭 有兩個小孩都帶文化大學 一個月 伯母去做金螺 三萬二耶 三萬二耶 怎麼有人撞得住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這個題目 他當然說 這都過去的事情 怎麼現在還在說 問題是你一直都不解決了 你當時把人家門牌 拆成九十九戶 你的目的 是什麼 你也都不解決了 我看今天侯友宜的這個 這個政見會 說得很好 他就是表現他自己 他就是一個阿伯 都要洗洗黏就對了 他說的正情 差不多說兩分鐘而已 其他都要洗洗黏 亂黏一通就對了 你如果認真聽 他是沒有邏輯的 可是你不要太認真聽 你跟他一句說的都對 可是他又沒有什麼代用 就對了 柯文哲的三個都是照 整支他黏不黏 黏不黏 他不知道 賴清德會把它處理一下 我看差不多 五文哲三都說台語 他有想要給綠的票 對不對 問題是會看這種 可是他裡面的訴求 他裡面的訴求 都不是給綠的庭 所以我覺得他有一點錯亂 柯文哲 小柯是 其實兩三天前 陳志然出來說 我們怎麼訓練柯文哲 是AI 我們把所有可能問的問題 透過AI 人工智慧 訓練出來之後 柯文哲就學習 柯文哲今天整頭要講的東西 教育的廟告 開講講的都一樣 完全沒有新的東西 那是在訓練什麼 AI訓練出來 哪這個聽到 其實柯文哲就跟他講 他可能去賴清德第二趴 工藝信託之後 整天照顧念 這個 超友誼說我的所謂的凱旋院 他說是完全合法的 娘家繼承 有繳稅 我們今天沒有說你沒繳稅 問題是 你為什麼每一個房間門口 都有一個門牌號碼 你就是要避稅 但避稅也可以 但你要從事政治 你這桿桿桿桿很不好 我們去宿舍哪有看到 每一個門口都有一個門牌號碼的 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你的合法程序 那我問你賴清德的老家合不合法 目前也合法 人家現在就拖出來公益信託 而且賴清德今天講什麼 他說我有責任協助大家 協助同樣住在礦區的 這些所謂的礦工的後代 讓他們就地合法 他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因為他說他於心不忍 他過意不去 不然侯友誼明天 他有一百零三間 我明天宣布我三間公益 我跟你講 他最早的時候99間 居然還可以多三間出 三間公益 那個叫做為德不足 你就全部公益 我跟你講 全部公益 你的照片放在凱小院的門口 學生去跟你徐公 感謝你 感謝侯爸爸 侯阿公 給我們這麼好的住宿 文化大學已經是四地大學 學費已經很貴了 你看文化大學學生去打工 都是要騎摩托車 就要養個大道 所以那邊車後很多 你就減少這些學生一點負擔不行嗎 你錢不夠嗎 你已經過去賺了這麼多了 你花得完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既然說大學的學貸 利息全免 你就好人做到底 對不對 做不要做一半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今天賴清德直接 直接捉你侯友誼 你覺得外省藍 覺得你跟我們不同調 好像又輕輸 又給刑警出來了 輕輸 在那邊講那個 希望能夠接近 接近綠營的票 綠營的票不會投你 結果綠營的票不投你 藍營的票看你這樣 非我族類 跟我們不同 不同掛 搞不好也不投你 兩面不討好 所以我覺得侯友誼今天這樣做法 其實反而是撕掉他本來的基本盤 來 冠廷 就關鍵是侯友誼 他心中有沒有年輕的朋友 有沒有居住正義嗎 其實大群館或凱旋院這個事情 就是大家只要看的現狀 跟看線的價格之後就會知道 侯友誼這真的對你的選情會很傷 我們看一下 重新回顧一下 凱旋院大樓套房的排價 一樓到六樓 每個月一樓比較貴 一萬七 一萬七千五百塊 高樓層因為要走一萬六 一學期大概九萬多塊 為什麼學生現在在 那真的是收入一年兩千萬 他一個月的房租比念文化 一個學期還貴 貴的快一倍 我們用學期講 學期講一個月 一學期就九萬多塊 上面為什麼大群館會被人家講 叫撥皮寮 直接那個被學生跟年輕人 直接把地圖圖標改成撥皮寮 真正撥皮寮是你 你們在校賴清的那個公寮叫賴皮寮 你們這才是撥皮寮 為什麼 四年之內從二零一八年 一學期一萬八 等於一個月三千 長到現在一個月一萬七一萬六 一學期變成九萬多塊 一次長這麼多耶 真的學生會生氣嘛 對照一下嘛 我想花一點時間講賴清德今天 是 其實今天他在這個證監發表會 講這個 就是所謂的他 爸爸留給他的公寮 他採取用 捐出來給公益信託的方式 我真的覺得是最好的方式 有一些人講 那你為什麼不猜 如果賴清德拆掉他那一間 整排公寮 那一些礦工的後代 是不是有 全部都可以拆 對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這個事情我們已經在節目上講恩賜了嘛 歷史留下來的嘛 以前是合法的嘛 礦業法修訂之後 變成沒有去補證嘛 對 所以產生這個狀況 那你現在用 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把公益信託 然後給大家 然後就是捐出來了嘛 公益信託就是 無法私用 做公益使用 好 我最後要講這個 大家記不記得 趙少康講的 趙少康你講的話 你說賴清德的這一個公寮 無論是猜 或者是捐 我就辭 漂亮喔 趙薇剛你講的喔 賴清德不論猜或捐 我都辭 漂亮喔 趙薇剛要不要辭 你兌現承諾吧 賴清德捐了 那你要不要辭 來再來 謝龍介 你相信他會不會辭 我覺得他一定不會啦 不會啦 難道要怎麼那要怎麼自圓其說呢 但是 光是來自他 可是我要講國民黨惡劣的地方 謝龍介 要賴清德捐 趙少康剛剛說 不論拆或捐 他都辭 對 所以他們休賴清德捐嘛 來我們看徐曉鑫看他幹了什麼事 徐曉鑫直接罵說 把違章拿去信託還是違建啊 把違建搞成博物館也是違建啊 我問你 政府單位要怎麼接受違建的那個博物館捐證 還想賴皮啊 那就把它拆嘛 你有種你拆嘛 徐曉鑫 你們要做神也是你們 做鬼也是你們 你要人家怎麼做 對 這事情就是公益信託就這麼簡單 就是捐了嘛 所以現在要問的是 趙少康 捐了喔 那你要不要辭重廣董事長 那 敬平 你看他會不會辭 我知道 這個趙少康本來說 這個賴清德 差他就辭 還有捐 就是因為這兩天 他就講說捐 他就加碼 那如果既然他講了 我相信趙少康 他這個人的個性 就應該會做到 辭什麼 辭重廣董事長 那你們會不會跟敬平讀一下 因為他說拆或捐嘛 因為我看 我剛剛我剛剛上網查 因為之前的新聞都是在講說 趙少康嗆這個賴清德 拆 他的這個老家 我就辭 他只講拆 那今天他 我剛剛看到這個最新的新聞 是今天晚上十點四十三分的 然後說他接受這個網路節目 受訪的時候稱賴老宅不管 拆或捐自己都辭 就是中廣董事長 講出去的話 以趙少康的性格 我覺得他就會辭 中廣董事長 這個捐 不用緊張 辭掉中廣董事長 中廣就不是他的嗎 還是他的 換一個人嘛 哪有差 1月14號以後 再回來 再回來就好啦 不是把中廣賣掉 如果說今天是把中廣賣掉 意思就不一樣 他辭掉 還會回去 他當然是那個人 他當然是那個人 我也跟你講 一定回去 一定回去 是喔 你想說你叫我 就裝算了 真的你拍人 真的拍人 我們叫人說拍人 我覺得 這樣總統大選 走到現在 後來後來你會覺得很好笑 對 本來應該是很嚴肅的事情 忽然間變成房地產 你把賴清德的房子拿出來 大平 什麼房子 多少多少 民國幾年去的 不管他是不是違建 如果都不管 多少多少 幾百 什麼時候去的 這把剛好 今天我們柯文哲 很甘心的 這塊農地都沒有賣掉 保留到現在 你是文化大學 我問你 為什麼 侯友宜要一直漲 漲學生的房租 賺錢 不是說他要照顧少年人 所以你看到侯友宜的講話 把大群管拿出來 你會精神分裂 我跟你講 你在看 你如果要照顧少年人 因為他的房子 他要收金是正當合理 只是說 那種年輕人就甘苦人 甘苦人你就 甘苦人你就 甘他太高 侯友宜哪裡還記著 小時候的事情 他一年要跟他兩千萬 我告訴你 侯友宜 侯友宜已經忘記小時候了 你如果甘個五百萬 一年收青五萬就好 侯友 我直接那麼講 念台大的哪一區的小孩子 最多 大安區 我念文化的 我們念文化的 我們班 三分之二來自中南部 我講的那已經是幾十年前 現在一樣啊 中南部念文化 念私立的一定比較多 私立的學會 是不是比公立要貴 住陽明山 從來沒有得選擇 房東決定 學長節一搬走 你就要趕快搬進去了 對啊 他現在叫凱旋月的位置多好 是 我們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的文化大學 開始刮風下雨 我同意地點也很好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也照收你的做金 但是你不要收那麼多 但你都長啊 你萬八 你收萬七 沒有人嫌錢少啊 對 否則你怎麼解釋 你兩千萬 你現在收幾年啊 侯一哥 侯友宜辦公室 你收幾年啊 沒有人會去嫌錢少啦 我說侯友宜 如果今天是真的有心 一定要當總統 不是 你不是說你要照顧年輕的 到時候才說精神分裂啊 如果他今天是有心 當選 要選總統的人 今天就不會這樣處理事情啦 你一方面你在文化收這個租金 你一方面你跟我講 你要照顧年輕人 他剛才他有拿給大家看 對 那樓下就要一萬七千幾啊 臉書要不斷 我們要幫他平衡報道一下 侯友宜辦公室有回應 他說 那個 因為凱旋院四年前已經整棟出租 陳租方對於該棟大樓使用方式 屬於其權責 予以尊重 你人家在幫忙啊 你聽得進去喔 那我請問你整棟出租 你的錢呢 你的錢也是你們家手 對 給我弘儀想到這個 讓我想到了一個今天那個在 今天在這個證據發表會裡面 有過招的一個東西 溫仔準 對 因為我女兒就讀那邊的大學 所以四五年來我在那邊進進出租 輔大 我跟你講溫仔準的 我兒子也是輔大 我跟你講溫仔準對不對 三百九十七公頃 然後呢 新八市政府也要拿三十二公頃 現在你用啦 侯友宜沒有講錯 侯友宜說 我在這裡規劃多好 五十名人做不到 公園綠地水環境產業中心 還有運動中心 社福中心運動中心 我沒有反對 但是你三百九十七公頃 還有包括旁邊豐江段 還有三百公頃 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不可以拿多一點 他只要蓋這麼大一塊地 我跟你說 我 我 車子保養都從樹林保養場有沒有 出來的時候 樹林五谷泰山這麼多 你是肯拿一點八公頃 蓋兩千一百個這個社會住宅 你知道嗎 我沒有告訴我 我沒有告訴我 兩千一百那麼大一塊 只蓋兩千一百個這個社會住宅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這裡的公園綠地水環境 這裡的大學層什麼 有沒有 送到什麼 送到未來 在這裡賺的 財團跟基礎的建商 就會變成他們的花園嘛 那你為什麼今天賴清德有提到 沒有你也拿幾扒出來有沒有 一萬扒就好 一萬扒分散在這幾百公頃的土地 他不興啊 他不興就是不興 溫阿準是拿百分之零點四的土地 要蓋社會住宅 這是侯友宜 溫阿準的建議是說 你把它變成百分之五拿出來蓋社會住宅 那百分之五蓋社會住宅 就可以加一萬戶 那你如果不做 不然你賣我中央 中央我來做 可是我講一句話 你知道這個影響在哪裡 溫阿準那塊重劃之後 如果我蓋成一萬戶 或兩萬戶的社會住宅 影響是什麼 影響是什麼 影響建商 我建商在這邊蓋房子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講白話文 如果它是兩千戶的時候的影響 跟是兩萬戶的影響 影響到什麼 我後面建商在買這塊地的時候 給你什麼賺錢 我房價要怎麼賣 在這邊蓋公園 蓋運動中心 建商的房價會更高 所以侯友宜不要講那種法國話 不要講那種人家聽不懂的話 大家都不是第一天出社會 剛剛都好講到一個重點 請問一下 我如果說 包括賴清德這樣建議 是不是都不用講說 什麼一千五百萬貸款 都不用去講那些醫療的事情 你馬上可以解決 你新北市長就可以改觀 你不要做 結果你去送到什麼 送到建商 我再講一句話 新北市這七八年來 最不缺的是什麼 就是豪宅 一坪六七十萬七八十萬的房子 最不缺的就是這種房子 房價已經過一百萬了 很欠 你說錢沒人欠借 當然啊 隨便 沒有你這樣 你明天再蓋 蓋又變兩萬 不過要打破了 對啊 我也要打破了 我也要打破了 你要選中套的人 你要以身作則 你不要推給他 推出去 我們在進社會住宅 我是建議給他這樣 你的社會住宅 要蓋到 附近所有捷運這樣的旁邊 那邊就是輔大站 對嘛 什麼住社會住宅 當然也年輕人 你捷運把它蓋下去 包圍那個車站旁邊 都去社會住宅 他住豪宅 不坐捷運 豪宅就離開了 而且那個車站旁邊 都去社會住宅 那年輕人住在捷運的旁邊 他就坐捷運進出了 很方便 你不講還沒事 你講後也 我就把它住在 以前在最遠的地方 我報復你們 對不對 你家賓用百分之五 不可以送 不利於建商 建商 店面很值錢 對啊 你這個主意 你家賓家建商 建面怎麼辦 對啊 你家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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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園大量蓋綠地 大量蓋 有的無的蓋ď大堆 最後建商建了一個大堆鋪 一瓶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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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 sicher 你們就父立到了不是全新北市民 不是父 bills i ут 以前是跟文化簽約 我想他現在一年收集 應該有千幾萬 有啦 有啦 有 接近兩千萬 接近 但是那個沒看過他 因為他委託人家管理 委託人家管理 我想那個管理一定是說這樣 譬如說七三分帳 我七三都給你 三三管理的 管理會嘛 不過一二十年也幾億了 差不多幾億 可以了吧 你現在一年 總說他收15萬好了 我問你二十年收 我不是叫他全部都問 我們不是叫他全部都關出來 你如果幾乎 你也沒辦法 別把人起床 別把這個下行李起床 不要漲那麼兇啦 念文化真的 終然不能不要多 會不會是漲價是那個委託 他現在就是賴給對方 賴給委託人啊 所以他關不掉就對了 對啊 他就是賴給他 你簽約的時候 你如果說 侯友會說 我要禁收多少 你總也要訂一個上限 對不對 你訂一個上限 你是屋主 屋主總可以去把那個 那個代理管理的人 告訴你 我要幫你領多少 他管理那個二房東 對啊 是啊 而且二房東也是他們認識的 又不是陌生人 是 這件事 南北問過 蠔友他在討論的時候 他一直簽了一件事 他說那是我們族兵的公司 那年輕人創業也不容易 他說 他現在生意做得這麼好 我們要給他鼓勵 那怎麼一直罵這個年輕人 何友會說過這麼多 那是你們族典投胎 投到你們家 就好 總共百幾間家 你剛才收族典叫做年輕人創業 就是啦